杜忠亮 希望在这里呢 可以求职到一份 关于直播行内的职业啊 感谢大家 谢谢 不知道老师好 热门行业啊 你培养的主播都能挣那么多 你还来求职感人 他们赚钱多 我才能赚到一点点提升 但是你可以去培训他们呀 对 我现在就是可以 你可以自己做MCN呢 我还想比较不选择投资的 你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地描述一下 你如何培养一个素人 成为一个热门主播 就比如说从一开始 站到我面前一个 没有接触过直播行业的 一个女孩子来说 首先从她的外形 去看她适合去哪个平台 选平台是第一重要的 我们以人为例好不好 我们就以猪涛为例 就这样 通过她的外形呢 我觉得她如果是做颜值主播的话 应该改变一下发型 发型呢 首先要比如说像那个她也可以 像她也可以 还有她 就除了猪涛都可以 就除了我 除了我都能当主播 东东姐 需要长发飘飘那样 对 需要把头发披下来 那不就千篇一律了吗 对不对 还有就是眼镜最好是不要戴 可以戴隐形眼镜 你还没说她适合哪个平台 就秀场 颜值主播都是秀场 其次呢就是 你在选定直播平台以后呢 你的状态适不适合 在那个平台生存下去 那我就接下来对你的培训了 就是才艺的培训是吗 帮那一做 你需要做什么 跟你的粉丝怎么样去互动 粉丝说了什么 你该怎么样去回答 这是一种就是 培训一些简单的心理知识吧 就比如说游戏直播 你会喜欢 平时喜欢玩一些游戏吗 我不会玩 你平时喜欢唱歌跳舞吗 唱得不好 跳得也不好 可以把才艺也同时发挥出来 那样的话会获得更广泛的粉丝 对吧 你怎么没有问她的学历 特长 爱好 这个你为什么没问 应该是不要求什么学历 吃饭 我靠不了严 我靠不了严 想靠 靠不了 他可以就用一张嘴遍布天下 对吧 吸到三千多万的粉丝 非常厉害 就马瑞和东东 他们应该算哪类的直播呢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又漂亮又能干又能说 你为什么要偏偏强调又漂亮又能干 首先说男主播 男主播的话也有很多就是小迷妹 专门去关注 然后那个尤其是马瑞哥这个外形了什么的 然后上了镜以后那更是帅哥一眉 然后再加上如果是说话方面啊 特别声音特别好听 再加上会唱一点歌的话 那吸粉量是很大的 对吧 因为帅哥的长得帅的人太多了 长得漂亮的人太多了 你怎么帮他们吸引流量进来 要有内容 你自己主播必须得带那 我知道我每天我在这敢讲 我讲得特别精彩 可是只不见就俩人 有什么用呢 我可以就我公司团队帮你吸粉 通过好多 吸粉方式是什么 比如说 吸粉方式 比如说我会砸一些钱在你身上 砸一些钱 这个就是一步到位吧马瑞 怎么变现 怎么帮我们把我们的吸引流量如何变现 怎么让我一个月赚二十万 我赚二十万 公司我肯定能创造两百万或四百万 把这事讲一讲呗 假如说你有了几个粉丝 你觉得还不错 你就会私下来跟我沟通 然后我就会给你分析这几个粉丝 假如说从他的生活各方面来说 他开车什么车 他每天在做什么 或者是他现实中有什么 好与不好的事情 会由主播分享的 你讲的这个目前的主播 说实话 还有点泛泛 不只是泛泛 还是很过时的主播的盈利方式的 现在的主播的营收方式 非常的有很多纬度的 很多很多 那你觉得针对于现在最流行的主播 是什么类型的主播 是带货主播 好 比如说现在我们跟贺东东 包括很多企业现在都在去寻求 就是带货主播 或者说培养成带货主播 对吧 那对于这个你部分 对于这目前最流行的带货主播 你有自己的方法跟方法论可以去实现的吗 带货主播我倒是没做过 也没做过 就是这方面的培训 因为我之前一直是光顾着做培训 视频就是单纯娱乐主播了 然后如果说让我认为的话 我可以让他去跟一个很红的一个大主播去连买 然后呢 你怎么让那个大主播愿意跟他连买呢 刷钱 刷钱 所以还是要先投很多钱 还是这个本身主播是主播来投很多钱对吗 对 你求的是运营总监对吧 运营总监或者是主播培训师 那既然是运营机的话 你得对刚才你说了一个关键词 对选平台挺重要的 对 好 那现在呢 三大直播卖货平台 抖音 快手 还有淘宝直播 对吧 你帮我们分析分析 他们的优劣是在哪 特点在哪 也让我们大家有一个知识点跟科普吧 淘宝直播先说 他有自己的一定的资源性 他看着别人在线上卖货 他自己有那么多的淘宝客户 自己也可以去实现 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资源 再说抖音的话 就是他发展没有快手钱 但是呢 他后期发亮 他后期发作的这个力量特别大 然后快手一开始是做 就是比如说主播想赚钱的话 在快手里边必须得去打宝 去顶宝 或者是去接广告去赚钱 现在就是也转型成完全 由主播去连买去带货了 如果你现在变成一个主播的话 你会怎么涉及自己 我自己是吧 其实你要让我说 我自己做主播的话 我觉得有点不太适合 这个行业 它不是学高为师 它叫打者为师 你自己要践行 像你刚才谈到说 像抖音的算法逻辑 你都闭口不提 然后快手是为了 全部落在我家油厂的农产品 这些你也不提 淘宝直播它只培育头部 它不培育中部 所以这些你的结构上是不了解的 在春节之后 腾讯会全部开始 微信也会开始 他也在思考自个儿的 为内容该怎么做 你这些结构不搭 只是说 来 你的发型不错 你33岁了 你要再往上走 你自己都没内容了 石头老师说得特别好 我沿着石头老师说 他说的这一点特别关键 你要听得进去 甭管今天工作找不到 找得到 这是你来上了一堂课程 我觉得就是比较 会过时一点点了 他对当下的 直播的模式 可能没有那么的熟悉 但是他是有经验的 好 那我问一下 上一份工作你是一万五 为什么不干了呢 我想寻求更大的市场 更大的市场指的是 比如说 在外地 会接触到更多的机会 会看到更多的人 将来你想专注于哪方面 就是包括主播 周边的一些东西都可以 一万五是你的最低薪酬的要求吗 对 有低点要求吗 因为我在家都可以赚到一万多 我知道 你本来就不该来 你自己干 我是你我就自己干了 那个有地狱上的要求吗 地狱上都无所见出来了 如果是能赚更多的钱的话 我不怕去 来 第一轮选择 还有四盏灯 天生 天生我有猜 他准备的是一个 培训技能的展示 是吧 把他们当成培训对象 希望你能够有 培训师的那种气质 和你的方法 好 好 那么在座的也有新主播 也有老主播 做了一段时间 感觉主播这个行业 其实并不像 你们刚来时候 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到了主播遇到 平静期的时候 心态是最重要的 不要听人家说你这 说你那 然后你就对自己 自暴自弃了 那做到了好一点的 就是你的收益 业绩都好一点的时候 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你这么一高兴的话 就飘了 你刚才的培训内容 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我跟你刘灯 是因为我想用你 但是你刚才培训的 太过于肤浅 你什么都没说 而且说了一堆 最正确的废话 培训一个主播 要从营销的速度 他是要给企业创收的 那么你无论是从 把主播当成产品 还是对你企业产品的了解 你都没有任何的干货出来 暂不说石头老师说的平台的规则 从大的格局几个 直播阵营的格局 这是属于比较高阶的 就是说中阶的 基于一个主播的个性的打造 你刚才说的心态 就是说你别飘了 这不等于正确的废话吗 其实我刚才都说了 一开始我就把这些培训的东西 就拿那个 朱涛姐给举例子了 这都太肤浅了 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用再问了 其实很明白 如果他像石头所说 除了那些发型内容之外 他真的有营销的思路 知道平台的玩法 知道现在流行的算法的规律 等等的话 他不到这来求职了 他早就可以自己搭建一个MCN 自己培养主播 自己带回来挣钱了 他更多的还是在 主播的这些发式穿着语气评论 在这些方面他有他的经验 他是比较前线的一种 是吧 也是 对 钟亮是这样 整场下来 其实我们能看得到 无论说在你的沟通上面 还是你对于整个主播 未来趋势的这种预测上 其实很直白地去讲 你如果说在原来的城市里面 我相信你可能会做得很好 但实际上说 通过现在的表现来讲 我觉得大城市 可能未必是你一个好的选择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的话 你如果真的想走这条路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真的应该 去好好地去学一学 而不应该把现在的赚钱 或者是职位 作为你的首选的目标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诶 库尔特 我觉得你今天说特别对 我觉得他其实你应该把他带走 你知道吗 你现在也想红 他也给包装一下 帮你做下你的直播 我跟你说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让库尔特红 因为的话他没有趋势感 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我提醒一下你 你以前的那种秀场 直播的那些方式 可能在今天的舞台上 他们不需要 如果说你愿意在 直播带货的这个领域 再去钻研 从底层学起 再加上你有一些基础 你愿意调心吗 愿意吧 你想调到多少 调到一万 调到一万 第二轮选择去火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 请不吝点赞 李宗盖